这个昨天我直播间来了点人不知道是谁的粉丝 说你看人家天天讲历史都穿汉服 你天天穿个这个 你是清坟 说你看你这扣子就不是我们传统文化 这个咱得说一下 就这种扣子呀 它叫盘扣 它是根据我国古代绳结也面而来的 盘扣在春秋战国时期它已经有体现了 我们看啊 秦冰马俑胸甲上那个搭叛 它就体现了盘扣结构的基本形式 我找到了一篇考古报告 江西安德南宋周世木清理简报 它出土了34件完整的宋代衣服 来我们看看左下角胸前这个扣子 就那些看到这些扣子就在那乱喷的 你们不会以为我们古代就不用扣子 就是只用绳子系吧 电视剧看多了吧这个 从现在留下来的文物来看啊 这种盘扣它既用于女扶也有用于男扶的 它这个盘扣 这个盘扣其实就是我国古代中国节的一种 那好我说明白了啊 那些给我扣帽子了 咱们再说说你们 就你们这群人啊 整天你看不是搞地狱黑 就是在这搞朝代黑 人洛阳西安两个古都 自古以来啊 就是一体的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人本来没矛盾的 两个古都相辅相成 就是被你们一些营销号 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天天在那挑唆两地人的关系 搞得现在两地人跟仇人一样 再有呢 就是一些朝代黑 天天在那喷人家北朝 聊尽缘情 然后呢 打着爱国的旗号 在那疯狂制造内部矛盾 你们要干嘛呀 还天天在那鼓吹什么 元朝清朝不是我们的 就这种理论啊 你们去查查 那是谁先提出来的 哪个国家提出来的 他们的目的何在 你们自己往上查去 其实我在那老想 我想了半天 我都想不明白 这是为什么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搞 行咱就退一步说 按照你们这个逻辑 咱们就这么搞 把兄弟民族全部推出去 最后就说我们自己玩 对不对 自己玩自己的 那你们告诉我 这个结果是谁想看到的 是西方啊 他们做梦都想看到 这样的结果啊 这对国家会造成多大的伤害啊 我们国家一直在提倡 要内部搞好团结 你们这些货 就天天在那搞内部矛盾 学历史不好好学 书没看几本 天天在那挑事 我呢 也不说你们是什么 五十万一四五零 因为啥呀 你们级别不够 撑死了 就是一些知识储备少 被人带跑偏了 我先姑且称之为 同胞的人吧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